2017年秋天,加拿大东部,多伦多,尼亚加拉,千岛湖,沃泰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走马关华十几天 卡斯罗马是多伦多城中一个哥特复兴式建筑,是多伦多的一处地标,建造于1911年到1914年 是银行家亨利·佩莱特的私人住处,现在这个地方是多伦多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之一 在我们看来,这里其实就是一处有钱人的豪宅 里面有几十间房间,布置的富丽堂皇接近奢华 通往塔顶的楼梯狭小陡峭 加拿大国家电视堂是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上去看看吧 人还真不少 安省艺术画廊倒是值得去看看 可惜我们不太懂华 尤其对西方的油画和雕塑知道的太少 是连四十年的三位老同学在这里相遇了,开心 开车去湖上的尼亚加拉,路过一个酒庄,我们停车休息,顺便买了两瓶葡萄酒 在湖上的尼亚加拉吃了午饭后,在湖边走走,风景不错 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隔很远就能感受到大瀑布的气势 沿着河堤大陆一路走来,瀑布的声响伴随着潮湿的气势 一回头就能看到彩虹飞落,感觉很妙 在码头上等待上船去近处感受大瀑布 每个人会发一件塑料雨衣,加拿大这边是红色,美国那边是蓝色 轮船向大瀑布进发,越接近瀑布,水汽越大,看水鸟们翻飞雀跃 下船之后,沿街走走,感觉像进了堵城拉斯维加斯 入夜,大瀑布的灯光秀是一定要看的 千岛湖,也是加东民生在外的一个旅游景点 游船带着我们,在湖中转了一圈 看看这一壶美丽的风景 也搞不清楚哪些岛是加拿大的,哪些是美国的 沿街 沿街 游船 沿街 船上有一位导游见歌手 或者歌手见导游的 在船上卖力歌唱 倒也唱得不错 沃泰华 加拿大首都 国会大楼前 大教堂 走过大铁桥来到了 为加拿大150周年国庆而设计的公园 各种植物雕塑做得真不错 蒙特利尔 加拿大第二大城市 在那里 我们去看了两个大教堂 这个 据说是最像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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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还保留着城墙的城市 旅游者很多 确实是蛮有特色的 值得来看看 金发碧眼的艺人在唱郑立军的歌 教堂里举行葬礼 回蒙特利尔路上 去看了圣安尼峡谷 然后又去了离蒙特利尔100多公里的翠湖山庄寻找秋色 一路奔波尽管有点累人 但也看到了不错的风景 见到了老同学和老同事 收获满满